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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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去地图看 一直流流流流流 然后作为吉达跟槟城的分界的河流流向海 所以你说你结 你不让它流来槟城 不让你取水 意味着什么 这个河水不能出海 河水不能出海 唯一的结果是什么 你吉达变成水上泽国 变淹水 根本是不可能可以结的东西 你有本事就建一个坝 这个撒尔西说他会动员 村民叫村民挖泥带 把这个河水截了 如果你不要 你不要还这个深水费的话 所以你看多么费 他根本就是信口直环 根本就是车大炮 所以第一 宾州政府是 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错的 在这件事情之上 所以我说 这个吉达州大臣 他自己本身也没有真的想到 没有真的想要拿这笔钱的 他一直在高调的去要 讨这笔费用去炒作这个问题 其实背后有更大的东西要遮盖 有更大的东西要遮盖 就是我为什么要特地讲这个问题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其实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突然会爆出这个5000万升水费的课题 大家想一下 你想得出来吗 会有这个课题是因为吉达州大臣 在12月头的时候说 霹雳州 吉达州 发现了稀土矿 价值43兆 一开始他说43兆 后来给人家骂 给人家笑 之后 他就改口说 不是43兆 我讲错 是600亿 所以你看这个大臣 第二次了 信口磁黄 讲话不用本 他讲了这个600亿的稀土矿之后 槟城州政府就说 你们挖稀土矿是很污染的 你要挖 我们反对 我们抗议 因为你会污染死水 会污染环境 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死水 然后这个大臣就生气了 他就说 你拿我们的水 没有给钱 所以我们要跟你拿5000万的升水费 所以其实事情真正的源头 是稀土矿的这个问题 然后如果你认为 他要掩盖的是 转移大家的视线 从稀土矿转移到升水费的话 那你就错了 其实我老实跟你说 只要你了解这个课题 你有去了解的话 这个稀土矿 你可以知道 其实它根本是八字没有一片 然后要采 是没有这么容易可以采的 像彭衡州之前沸沸扬扬 有两年有很多人赚到钱 把稀土矿挖了 不用处理 直接上船 一船一船的再去中国 因为中国有很大的需求 当时弄到整个关丹 都变黄土层 关丹人应该都知道 我当时刚好在关丹有案子 所以经常有去关丹 整个关丹都是笼罩在一片黄泥 它的路好像生锈一样 它的树全部都染上一层黄色 这个就是挖稀土 它们运在稀土的情况 所以后来政府出了很严格的条例来管理 导致稀土矿全部在关丹都不能进行 所以几打州要进行 八字还没有一片 所以它其实讲出来它的目的 所以政治人物 我们要知道它真正的目的 就要深入去看 深入去分析 那个稀土矿 既然是八字还没有一片 根本要挖还有很久的事情 那它不可能去转移这个事情 它要转移的是什么 其实 细节就藏在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我告诉你 它宣布这个稀土计划 六百亿四十三兆的稀土矿计划 只是一个广子 在因为你在开挖稀土矿之前 你要砍树 其实它真正想要的利益 真正现实的利益 是要把两万五千公顷的森林给砍掉 然后你才可以去挖这个稀土矿 因为稀土矿在这个森林下面 所以能不能挖后来的是 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伐木 把这些木给伐掉卖出去 这就是一笔现成的钱 几打州政府一直 尤其是回教党 回教党主政的政府 一直都面对经济困难的问题 所以它一直在找钱 而可以最快来生钱的方法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 就是伐木 但是伐木你会有很大的反对生乱 尤其是几打这些丰沛的雨林资源 你这样子去伐 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所以它很聪明的 用这个稀土矿的计划来包装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Sanusi他在讲这个稀土矿计划的时候 他就说为了勘探这个稀土矿 为了开采这个稀土矿 我们要清理两万五千公顷的森林保护区的森林 其实这个是一个荒子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反对 所谓挖稀土不挖稀土 其实都是骗人的东西 他没有这么容易可以去挖 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进行 而且现在还只是委托一家私人公司来进行判单 我告诉你 他真正背后的目的就是要罚这个森林 然后他现在一直在跟槟城去拿生水费 一直去高调炒这个问题 你看Sanusi他一直嘴巴讲 一直信口识黄跟媒体讲 一下说要赌河 要叫动员村民来赌河 一下说我要把槟城州告上法庭 可是他讲了这么多 讲了整个月 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 槟城州政府都说 对方政府都没有政府 对政府出过任何的信 没有出过任何的要求 只有他在那里叫嚣 所以我们不会管他 所以他其实他的目的就只是叫嚣 要转移大家的视线 其实真正的魔鬼 在这个细节里面 砍发真理 他在挨阴他的眼光 在看着这个森林保护去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的鬼心思 我们讲直接一点讲鬼心思 所以即使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相信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分享 也都有说树砍完了就挖泥土 挖不挖泥土 我跟你说他现在根本没想到 而且开采西土逛 没有这么容易 你有很多很多的难关 很多很多的关卡要做 之前巴汉关单可以做是因为当时 第一次开采 还没有法规 还没有regulation进来 也不知道他的破坏有这么大 后来破坏这么大了之后 政府已经管制 你已经有进行条例 有进行管制了 所以现在没有这么容易了 所以他只是一个晃子 大家必须明白 他真正的目标 其实是那片森林保护区 两万五千公顷的森林 他只几十亿上百亿了 可是他没有跟你说 他只是说我们采矿六百亿 或者是四十三兆 我们要清理这个森林 所以你看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 他厉害的政治人物会包装的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 所以搞政治这些人就一流 但是做时事一点事情都没有做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批评的 好 今天就把这个吉打 吉打四子开大狗所要深水费的课题 详细的分析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看到another side of the story 有谁知道是哪间公司设计吗 还不知道 只知道是吉隆坡的一间公司 已经拿到这个project去勘探 所以现在的资料非常有限 所以这个大臣一直在那里聊价打 一直聊价打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个事情 然后我先喝口水 来 大家最近的杯子喝口水 讲到这个我们又可以讲一下超官友 讲一下行动档 讲一下林冠宁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其实回教党的州如果搞不好政治 他们会导致他们倒台吗 来 你会读一文的喀量 其实回教党很会搞政治 很会动员 很会蛊惑人心 但是他的行政很差 行政很差 你看吉兰丹 看丁佳努 看吉达就知道了 可是为什么他的势力还是一直在扩张 绑架选民啊 他用他的教义 用他的理论来绑架选民 然后搞这些政治的东西 你看他现在用这个向槟城索要升水费 他一直在那里喊没有采取实质行动 他要塑造的是什么 是要塑造华人的槟城州政府 或者是飞回教徒的槟城州政府 因为槟城是首长是华人 是行动党火箭的公司 在欺压我们马来人为主的极大 在欺压我们马来人为主的州政府 拿我们的水不给我们钱 所以我们要动员村民去堵掉这条河 他的目的其实是这样子 他是要转移视线 然后搞政治 他是一个政治手段来突出这个形象 来让他获取加分 但其实这个全部是荒子 你看他实事完全没有干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政治手段 就是这样子 Albert讲的对 他就是尝试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于情于理于法 槟城都没有错 所以他不敢采取行动 他只敢嘴巴一直在讲 连政府对政府的正式通牒都没有出过 然后从头到尾都是这个 一个人在那里狮子开大口 在那里黄黄 黄黄其谈 所以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大家要知道他后面的道理 后面明白的事情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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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